中国对美法出三条忠告,英法居然没听懂!那就别怪咱们不客气了! 两个曾经在世界上留下过得色之名的国家仿佛忘记了世界大势的发展,竟然还要继续得色! 在不久前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舆论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美国防场马蒂斯的言论上,却似乎忽视了另外两个域外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表态。 法国国防部长帕利表示,法国和英国军舰近日将在南海联合执行自由航行行动,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同一天也在新加坡信誓旦旦地说,英国今年将向亚太地区派出三艘军舰,向该地区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发出最强烈信号。 法国防部长帕利表示,两个曾经的老大帝国同时宣布这一决定,好像已经显示了他们有了组团到南海碰瓷的计划。 国际舆认认为,随着美国把自由航行行动话题炒热以后,英法两国一直都蠢蠢欲动,企图追随美国在这一地区刷存在感。 事实也是如此。 在此之前,英国和法国军舰都曾经单独到过这一海域,不过,几条老旧军舰都跑转转地溜了一圈之后,却没能在南海掀起波澜。 一方面,作为不断没落的老大帝国,英法两国早已不具有殖民时代影响控制世界的实力,他们那点家底连家门口的事情都无法摆平,根本就不具有影响万里之外的南海局势的实力。 所以,南海相关国家几乎都懒得瞧他们一眼,另一方面,南海局势正朝着逐步稳定的良好方向发展,连号称老大的美国直接出面尚无法改变这一趋势,更别说几个早已没落的二流国家了。 Sponsored Links 作为历来以大国自居的英法两国,到南海刷存在感居然刷到被人无视,这本应该让他们感到羞耻并且反省,停止此类自讨无趣的举动。 没想到,这两个国家居然还不死心,又想出了组团行动的歪招,看来,老大帝国的偏执病,已经到了非至不可的地步了。 舆论认为,英法两国之所以执意继续开展这种劳民伤财却无任何实际意义的行动,固然有助彰显老大帝国雄风尤存的心态, 另一方面也是意在以另一种羡慕的方式,向美国老大表达忠心的企图使然,说白了,就是意图曲线救国修补与美国的关系。 众所周知,自从力主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对欧洲国家的基本态度就是不断警告和敲打, 在诸多事物中完全不顾当年曾经风光过的欧洲前辈的利益和立场, 执意将美国凌驾于欧洲之上,由此导致美欧之间的矛盾与分析游得下浮出水面, 人们看到,欧洲国家领导人走马灯般的前去白宫夜见特朗普, 却换不回美国对欧洲利益和立场的半点照顾。 西方的分裂已经成为令欧洲恐怖的话题。 Sponsored Links 欧洲国家的悲哀在于,虽然他们对特朗普足够讨厌, 却无法摆脱早已养成的对美国的依赖, 结果就是,既然不能改变特朗普的态度, 那么也只有投其所好,跟在美国后面毫无原则的随之起舞。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南海局势的关注, 美国见机跑到南海活动的次数不断增加。 尽管美国的这种做法无法直接挑战中国对南海的控制, 但随着中国加强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军事能力建设, 美国官员正在鼓励他的所谓盟友和合作伙伴增加主要贸易航道的海军部署。 英法做出在南海联合执行自由航行行动的决定, 其实就是为了迎合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 不过,英法等国也许忘了最为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南海岛礁主权和主动权都在中国, 中国在国际法的基础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海完整的决心意志坚定不移, 而且占天使地利,任何域外国家无论采取多少碰瓷行动, 都改变不了中国在南海基于历史和国际法取得的权益, 也不会收到他们想要达成的任何效果, 相反,很可能还会碰一鼻子灰。 Sponsored Links 本月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对美国军机进入南海的非法行为提出了三个忠告, 第一,停止炒作所谓中国南海军事化问题,不要再睁眼说瞎话, 第二,停止在南海地区寻衅滋事,因为横行是有风险的,碰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第三,中方不会被任何所谓军舰军机吓倒, 只会更加坚定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事实上,这三条忠告也同样适用于试图追随美国的英法两国。 可以告诉英法的是,两国企图派军舰到南海执行所谓自由航行行动是在玩火。 中国不会反对他们降低身段讨好美国, 但是,中方同样反对坚决他们拿中国的利益做讨好美国的投名状。 如果英法两国忽视了中国的警告,甚至还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还是过去的老大帝国, 那么,他们的结束不但惨,而且有可能很惨,因为,碰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